我们今天来到 《撒末尔记洁经读经》的第九篇 篇题是 照会做基督身体之生机的建造 乃是借着属灵新陈代谢的过程 照着信徒对内入基督的内理经历 上一篇第八篇 给我们看见 就是有一个神圣的启示 这个启示是根据《撒末尔记沙相七章十二到十四节》 给我们看见 在这一段是一个很难领会又深邃的启示 这个启示就启示出 这位奇妙的基督 他是神圣的又是属人的 他是大卫的后裔 他要成为神的儿子 根据这个启示 在《撒末七章二节》的时候 大卫他有心为神建殿 可是到了十一节的时候 神回应大卫 就是他要从他的后裔 给他建立家世 并且从他的家世 就是产生一个后裔 这个后裔在表面看 是人的儿子 是人的后裔 但是到了十四节给我们看见 我要做他的父 他要做我的儿子 这个人的后裔 就是成为神的儿子 这种看见 这位奇妙的基督 他具有神性 人性 他是神与人的调和 我们只有这位神与人调和的基督 他才够资格来为神建造殿雨 根据这个启示 本篇第九篇就给我们看见 我们需要对这位奇妙的基督 有内里的经历 这不是为了别的 乃是为了神的建造 这一篇我们可以看见 他说到的照会 他的生机的建造 还有我们借着 这个建造是经过 新神代谢的属灵的过程 还有我们对内住基督的内里经历 所以我们可以看手边的纲要 我们分为三个大段落 首先第一大点给我们看见 从撒下七章十二到十四节上 他的就是给我们看见一个启示 第二大点给我们看见 第二大点跟第三大点其实是一组 就是借着这个启示 我们对基督需要有内里的经历 这个过程 新神代谢的过程 还有我们在里面对内住基督的内里的经历 从第一大点我们看见就是从撒下七章十二到十四节的上半 是借着一个预表 揭示一个预言 就是我刚刚开头所说的这一段话 这给我们看见呢 今天我们需要将基督建造到我们的内在的构成里面 使我们全人重新被基督构成 神照着他心头的愿望 他是要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的里面 也把我们建造到他的里面 这个神人相互的住处 就是基督身体的实际 今天他在我们里面 要把神要把他自己在基督里 就是将他 将基督一切的所事 一切的所有 还有他所达到的这一切呢 都做到我们里面 要把我们这个人重新的来构成 那他要做我们的生命 性情和人畏 使我们的生命与这神圣的生命有连结 使我们的性情与这神圣的性情有调和 使我们这个人畏 神的人畏有合并 这个就是以夫所书三章 十六节到二十一节那边所启示的 接下来我们看一下第二大段 所以我们看见就是以夫所书三章 十六到二十一节里面所启示的 就是今天三一神要把他自己建造到我们里面 以他自己做元素 并且有一些出于我们的东西做材料 来做建造的工作 这是可由马太十三章那里的比喻所立正的 就说到看啊 这个撒种的出去撒种 他们这个撒种的是主自己 那种子呢 也是主自己 他们这个主自己呢 把他自己当作种子撒在我们的 这个人的心的土壤里面 所以呢 神造我们呢 就是在我们吹了一口气 我们里面有人的灵 这个灵呢 不是神的灵 我们的人的灵呢 是有处于神的一些的成分 那使我们呢 成为有灵的活魂 所以神造人的灵呢 有人的养分 那人的心呢 作为这个土壤 那我们呢 这个生命的长大 在于就是来 在于操练我们的灵 并且对付我们的心 我们马太福音十三章那边 给我们看见四种的土 他们有洒在路旁的 还有什么 洒在土浅石头地的 还有洒在荆棘的 还有第四个就是豪土 他们是愿我们都能够成为那个豪土 当这个神圣的种子 洒在这个豪土里面 就结识百倍 在于福所书四章 十六节 那边给我们看见 以福福所书四章十六节 说到了 全身借着每一丰富 供应的节 并借着每一部分 依其度量而有的共用 联络在一起 并结合在一起 就叫 渐渐长大 与自在 爱里把自己建造起来 所以这个长大 就等于建造 并且在我们里面 就开始有新城变化的工作 当这个神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 我们天然的琐事 我们天然的所有 我们就产生了一个变化 这个变化呢 就新城代谢的过程 当我们吃上一个东西的时候 新的元素进来 就把我们老旧的元素 就顶替了 当这个神圣的生命 在我们里面运行的时候 我们每一天吃它喝它 享受它的时候 这个神圣新的元素 就在我们的里面 就产生了一个新城代谢的作用 就把我们老旧的元素 不属于神的元素 都顶替了 阿们 并且呢 这个他就在我们里面 做变化的工作 这个变化呢 就是建造 阿们 所以 这个在这边 第二大点的第六小点呢 就是给我们 第二重点给我们看见 就是一个结论 他说到 这个造会 这个基督的身体 是借着属灵的新城的 在过程 而有的 生机的建造 这个生机的 说到 这就是一个属灵的 新城代谢的过程 这个造会 是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 而带进建造 所以保罗呢 在以福手书三章 十六节 到二十一节 他有一个很 很强的祷告 他看见 就是这位基督 他要在我们里面 运行 要在我们里面安家 其实是不容易的 为什么不容易呢 我们可以看一下 保罗一开始呢 他的祷告 他是说到 他需要把基督 加强到我们里面的人里 并且安家在我们的心里 保罗的祷告 就给我们看见说 使基督 就是愿他造者他 荣耀的丰富 借着他的灵 用大能 使我们得以加强到 里面的人里 这会给我们看见说 保罗的祷告 是为造会 为圣徒的祷告 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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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借着这个三一神 在我们里面 运行 工作 三一神 把自己当作是一部机器 他需要 有一般人 像保罗一样 就是来操作这个机器的人 荣耀 是怎么样操作呢 就像保罗一样 用祷告 来操作这部机器 这种可以像三一神的运行 愿他造者他荣耀的丰富 这个 他荣耀的丰富 讲到这个富 他是源头 他把他一切 所有的 所事的 所有的丰富 借着灵 这个管道 这个凭借 就是做到我们的里面 阿们 最后呢 子基督 就是他的目的 目的 就是要来 借着信 安家 在我们的心里 阿们 所以 弟兄姊妹 我们需要 怎么样 祷告 阿们 来操作这部机器 让三一神运行在我们的里面 阿们 阿们 这个 阿们 为什么呢 我们需要 用大能加强到我们的人里 丢姊妹 因为我们常常不在 我们常常在外面的人里 主啊 求主 使我们更多的加强到我们的里面的人里 阿们 并且在后面讲到基督安家在我们心里 祂是正在进行的 表示说祂是渴望把祂自己做到我们全人的三个部分里 就是 这边讲到的那个安家 他原文是说到 那个卡塔就是 向下的意思 阿们 就是说到 我们需要在爱里生根立基 需要向下扎根 这样我们就不会受外面的环境 外面的情绪来影响 借着这样的一个过程呢 基督就扩展到我们的全人的每一部分 占有我们的全人 那后面呢 很特别就是说到 保罗就是 保罗为这样的一个意象 着迷 这个着迷呢 就成了他这个人的灵 还有这个人的态度 并且呢 他看见这样的意象 他就在信心的范围里面 为圣徒祷告 主啊 求主使我们都能够 像保罗这样的人 就是 为 就是 看见这样的意象 被这个意象 着迷 有这样的灵和态度 来为众圣徒祷告 我们看见 我们看见本篇的三个 就是一些的经历 就是第二大段呢 就是我们需要 看见说 主将他自己当作生命的宗旨 洒在我们里面 这时候我们需要来操练我们的灵 在彼得前书 一章二三节看见说 我们重生 是 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 乃是借着神活而长存的化 那还有 我们要靠这个化来长大 以致得救 那 这就是说到 我们需要来操练我们的灵 来常常时时刻刻呼求主的名 来导读主的话 让这个种子能够长大 并且呢 对付我们的心 尤其是我们里面的良心 我们对人有亏欠 对神有亏欠 那我们都需要来对付 我们需要与他合作 让他扩展到我们的全人的每一部分 并且呢 我们还需要 就是在 我们在牧养人的时候 我们在造会中 有各种行动的时候 我们更需要 就是有保罗的这个意象 保罗的灵和态度 那就是为圣徒 对这位内住的基督有内里的经历 有祷告 他们愿这样的话能够成为我们的帮助 也让我们能够像保罗一样 时时刻刻为圣徒祷告 让他们对内住的基督有内里的经历祷告 使我们都能够同辈建造 所以为他在邻里的居所 也会看见 这样就预备好他的 预备好基督的心腹 迎接主的再来 阿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